那我印象當中有被打一次很慘 但是多慘我是 我已經忘記細節 可是我有印象中 表示沒有很慘 要夠慘就會記得 太慘了他會記憶自己把它消除 就是我印象中是被打得很慘 那我也忘記是什麼事情 但是從此以後我就記得一件事情 我看到皮帶我很害怕 所以媽媽一生氣的時候 就像這個黃醫師媽媽眼神會殺人 我媽媽也是會這樣 她說你知道嗎 我就知道好像要快被打 所以我會怎樣 趕快去跑到那個皮帶 把那皮帶偷偷藏起來 我常常把他的皮帶去把它藏起來 但其實我就發現我媽媽回想起來 他最後恫嚇我 比真正打我次數多 他就他長大之後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之後才有小孩 他說你要記得 你要不要常常打小孩 為什麼 打到滿賠 滿賠就說你結合 不在乎就對了 不在乎啦 滿賠 因為那我就開始發現 我小孩子我發現說 好像真的這樣子 所以我媽媽曾經 所以我印象中有被打很慘 可是又記不得 但是我每次看到皮帶就害怕 所以表示什麼 他打過我一次讓我很害怕 因為可能是我要爬什麼爬高 要跳下去之類的 像墜樓之類的 然後因為我有一次 我最近也是這樣 我小孩子爬到六樓 陽台到我們家陽台 他一不小心一摘下去就掛了 還好這外面是有窗戶啦 沒有鐵窗 是有窗戶 可是當然小孩子兩個玩 一撞可能掉下去 我看到那我嚇死了 把他抓下來 我就一手打他的大腿上面 這時候又想起我媽媽的教導 這個話 他說要打其實就要打到 不是 要很害怕 打一次就好 一次 看到皮帶就害怕 你敢上去我就給你順 為什麼是怕我死 怕我死 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回想起我媽媽怎麼管教 他只有打過一次之後 我就害怕皮帶 但是他實際上怎麼去打我 他只有捏的 我媽媽厲害是什麼 他左右手都可以捏 還有腳趾也可以捏 他會這樣 哎唷 我臭 我會 他會卡一條 撞起來 撞起來 他就有辦法說 他這樣跟你講 然後這邊腳就這樣過去 就一直這樣 撞起來 所以他跟人家聊天 我們小孩子如果在那邊玩 他真的還不小心 媽媽腳一過來 那很痛 他就 他很厲害就掐到一點點皮 爸爸一 沒有傷 我看起來奇怪 沒有餘氣 撞起來 所以我就記得 我媽媽常常被 那那次你兒子這樣爬 你是怎麼處罰他 我就先 我打了他腳之後 我就把他抓住 他才兩歲半 那等一下他說 我告訴你 爸爸現在打你是因為 你已經爬到 可能掉就會死掉 那他們兩兄弟就開始退來退 一個兩兄弟是快四歲 一個快三歲 一個兩歲半三歲半 他就抓著腳的 那小的就開始 他覺得他錯了 可是他又覺得不甘心 那我就說你怎麼可以一起 兩個一起在上面 其實很危險 那他說因為是弟弟叫他 那我就抓了他不讓他走 有點像什麼 私行拘見 拘見他 我叫他看著我說以後不能做 但這小孩子就開始就 就很緊張 然後甚至就 小孩子就會尿尿 就尿尿 尿床 不是尿床 在我面前尿給我看 當場就 串丟 串丟 那我就打他大腿就這樣 因為我要告訴他說不能這樣 可是我發現講完之後 他尿尿之後反而他很開心 為什麼 他在玩尿尿 不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我太不夠嚴肅還是怎樣 還是打得太輕 就是他就開始覺得 很好笑 這真的很好笑嗎 氣戲 氣戲 這個我要呼籲一下 以前 氣戲 以前我們家 我們家那時候小時候窮 就一個五尺六尺的床 是一家睡四口 爸媽睡上面 然後兩個小孩睡腳底 這個大家不知道苦林 苦林的爸爸是個軍人 對對對 然後娶了台灣的太太 對五軍人 對 然後我們兩個睡腳底下小孩 就不好好睡嘛 那媽媽就練會 就是用腳指頭 到腳拇指夾你的肉這樣 一夾就很痛這樣 所以你就怪怪不敢吵 那我長大也學會了這個技巧 沒事就夾我老婆 夾你老婆 就夾得好玩 應該是前妻而已吧 可是 前妻不敢 可是那個夾真的很痛 但是剛剛他講到 剛剛律師講到一點 我很贊同 就是以前我記得 我是上節目跟珍妮在辯論 我說我反對提拔 他說就是要提拔 小孩子很多事情 你沒辦法講道理 譬如說去玩火 那麼小小孩玩火 你就一巴掌打下去 痛得他再也不敢玩 沒有 可是他媽媽 從來沒有打過啊 對啊 其實小朋友看 有的小孩乖啊 不是啦 不是 那個我覺得當然有秉性 可是因為比如說 現在我們的教育資源 影像什麼更多 小朋友看巧虎 巧虎教了 他自己就有個印象 然後我們再把它補上去 其實還不錯耶 效果 那以前那個年代是因為 說實在教育資源也不多 給小孩子的那些教學也很少 所以變成說爸爸媽媽靠自己教 靠自己教 那我要工作 我又要煮飯 我又沒時間啦 沒有時間教 你是巧虎的股東嗎 沒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其實小孩子他們 其實我發現說 我們剛剛 像剛剛尿尿你會覺得他害怕 其實不太開心可以跟你玩 他就跟你玩 他用尿尿 他很聰明 用尿尿當作工具 就他就尿尿 他不是 因為他常常會尿尿 就是他只要是 他跟他哥哥打架 吵架撐氣 我們也常常看到全武行 就是一個兩歲半跟三歲半 打在一起 你以為想說三歲半因為打贏 其實不是兩歲半很厲害 他會拿工具 就戳他哥哥的眼睛 然後戳那個 那其實我們想要制止的時候 我們想跟他講 試圖跟他好好講 很抱歉 你說雖然你是律師 他常常在講 不好意思 還是講輸他 他就會 反正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開始用一招尿尿 尿尿跟你玩 所以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就在反省 到底該不該體罰 好像應該要 像我媽媽那樣 可是我沒有一次過 把他打得很慘 我越來越景象真的不需要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 如果是我啦 我覺得 小時候我也常被體罰 被爸爸媽媽 其實我覺得每次體罰 我都沒有 我都想要更加反抗 我只是被壓制而已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有一天一定要做一個 更大的讓你不爽 我覺得那是 那是有一點 反抗性的報復 我們以前教書的感想是說 其實打小孩很容易 他打不過你嘛 但是打小孩是最不負責任的手段 因為你沒有了解他 你沒有這法勸導他 沒有指引他 你這些事都不做 你打下去事情就解決了 其實你是不負責任在打的 我越來越感覺 打是毒藥 是毒啦 吸毒那個毒 因為馬上 馬上打下去他就安靜了 看起來是沒有事了 事實上你是埋下一個更 更不好的 未來會喘更大禍的後果 這是我感覺啦